191 明報 推散民集公書展心美分享人生小故事 2015年7月12日娛樂 司 04 DJ才子電台DJ心美四書展的常客 每年都有作品推出,今年名為《當大紅沒有了叮噹》的作品 正是集結一年來的散民作品,也是他第五本的散民集 書名是他對自己一年來的回顧 他認為自己成長了,正如《大紅沒有叮噹》 靠自己去解決問題,卻忽然覺得偶有所欠的感覺 書中分別以健康、生活藝術及愛情幾個不同範疇去分享人生 當中愛情的部分最多 他笑言,我不擅長追女仔 但腦中卻想出很多追女仔的橋段 如何居怕可以認識女仔 以第一身去分享人生的小故事 記者 楊安利攝影 中緯因深美將於書展推出散民集 《當大紅沒有了叮噹》 是他第五本散民集 多年來,他在不小報章寫專欄 包括真為本報章寫的陰情不定 令人認為他是喜歡寫作的文藝青年 深美笑言 其實我沒有特別喜歡寫作 文筆也不是很好 對我而言 其實是漫長而艱苦的事 我不是寫作人 但我腦袋很多想法 是個思考人 而且電台開迷工作 需要我上網找很多資料收集 便上在網上得到很多有趣的資訊 可以分享給大家 正式健康問題 喜歡思考的人總需要私人空間 深美有家庭跟兩名小朋友 要靜靜地寫作絕不是容易的事 但他也有自己的一套方法 他說,我在房間寫東西前 會更加屁壽 說我現在要寫作 他們就不會來打擾我 否則一小時內會有十幾次敲門的情 正正地讓我寫作 寫完我就會自動走出房間解感 或許是我個人問題 若我專注做一件事 任何人騷擾到我的話 我都會發脾氣 所以我不能夠在辦公室工作 因為總會有人走我問東問西 心態處半退休今年41歲的心美 再主持 電台 電影 劇集等多方面發展 周身都將將來 可惜去年因身體出現毛病 被迫中途遲演劇集使徒行者 有傳因此而得罪模糊 但今年TVB Amazing Summer 再度力要他擔任主持工作 打破封殺傳聞 心美稱 身體差無辦法 健康真的是一種投資 其實遲演劇集 當時已得到無語動血 A 他們都同意身體要緊 該監製之後開劇都無再與我 可能怕我身體差負荷不到 坦白說 就算我身體現在變好 我都一向不時搶手演員 面對身體響起警號 心美不得不正時 病後開始努力每天做運動兼注重飲食 每天持續保持生活好習慣 按時作息 身體康復後變得更加強壯 在工作上 心態都不會像以往的搏殺 他表示 以前做過演員 我很幸運得到很多不同電影的演出機會 如果我要有發展應該回內地 但我不想離開家庭 我現時肯享受家庭生活 心態是總半退休狀態 人過四十歲不做無把握的是 森美少賢近年迷上李克勤的歌曲 紙牌屋、無朋友等都唱盡他這個年紀馬甩老的心態 他說 這些個都是大部分男人的心聲 我跟絕大部分中學、大學同學都有共鳴 無家庭負擔的 反而會聽陳奕信的陀菲倫 古具機的至少年時代等 人長大了 不是不想拼搏 學業文太太的一句說話 人過了四十歲 不做無把握的事 這有一種很穩定的感覺 這兩年我有靜下來去沉澱自己 我最有把握的是是主持 棄我想拍 但怕不聲任 如果答應去做的是一定有信心 或者這是男人脫離年輕的感受 享受家庭生活回望過去十年 心裡對自己過去真經的奮鬥而感到驕傲 縱使有挫折也能夠跨過 但人生走到現在他常算滿意 希望好好享受跟家人一起共同度過未來的十年 他說 真經前輩不均於救過我 做藝人不要恨勞不恨做 不停恨狂接工作 但有怨辛苦 當時真的不明白 直至現在我才學會真正享受工作 跟自己的人生 好享受每一刻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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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